还是下不去 满满一坑 维修马桶 这是遇到一个特殊情况 也算一个经典的案例 给大家看一下 是老露水 老露水 自离不好 双层的法兰 看 双层的法兰 它自离不了 然后我们过来给它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 就是能插到管道里面 现在好法兰是换好了 但是这个排水就出现了大问题了 再看一下 看这 给谁的第一感觉 肯定会理解 这个马桶肯定是堵的 但是我们刚才拆了马桶的时候 冲了好几次水 它一点都不堵 这是啥原因呢 前提这个房子是一个30年的老房子 你们猜一猜 现在我给它再放点水 我把马桶稍微斜一点 斜起来 够多了吧 我把马桶稍微斜起来一点 这是不是就正常了 下去了 现在咱们再冲一下水 再试试 看这 还是下不去 满满一坑 这个水还是不下 但是我稍斜起来一点 它立马就又下去了 看到了吗 这个水就下去了 这主要问题是啥呢 咱们看一下 这个马桶一直漏水漏得特别严重 我们过来 我们过来搞维修的 就是把这个法兰给它换掉了 之前的师傅压了两个法兰 这个马桶一直是漏得不行 现在我们给它换了这种法兰 直接插到管道里了 但是憋住气了 这个问题就在这 老房子它都是单管道排水 没有放气的管道 所以它就容易憋气 哄心马桶的弊端 这是 正常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 都是怎么做的 总得给它留一个放气孔 这个气怎么放 你说把法兰给它切了吧 它还容易漏水 用这种法兰 我刚才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把这个密封圈给它拆了 就不要密封圈了 因为这个法兰的高度呢 是六公分 六公分的话 插到管道里六公分 我们使用的时候 它应该是水能冲下去 不至于再反上来 能行程换气就行 装马桶的时候 我们就马桶前面打胶 后边不打胶 给它留这个换气的空间 这也是个好方法 其次呢就是换马桶 把鸿西式的马桶 直接换成直排式的 直措施的嘛 现场我们能处理的就是把这个法兰的密封圈给它拆了 这个就不要了 拆了以后 因为这个细 这个下水管粗 它就有间隙 有缝隙 这个空气能够循环开 咱们再试试效果 把水打开 再上水再试 接着奇迹的时刻到了 怎么样 这个马桶的毛病立马就好了 气能交换 所以水就下去了 这就是拿掉这个密封圈的效果 冲水是没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要解决一个啥问题呢 就是说 拿掉密封圈 马桶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它会不会漏水 如果不漏水的话 那我们就这样安装就可以了 再冲一下水 这就很正常了 它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底面的水 下面的水先清理干净 清理完了 现在咱们就把它再放回去 地面的水已经清理完了 然后咱们再冲两次 再试试 它不反水 我们就可以这样安装 如果反水 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不行 这水就出来了 这根本就不行 拉开马桶的一送件 才发现水就排不完 直接是溢上来的 研究了半天是方向不对 水下到虫水外的位置 看就不动了 下面是铸铁管道 上面接的PVC管 水会溢上来 说明管道就有问题 针对这个情况呢 又跟客户打电话沟通了一下 业主因为不在现场 电话里沟通 业主说之前这个马桶 掉进去过一块毛巾 之后呢 这个沖水就不太好了 我突然又决定呢 应该把这个法兰圈呢 还是给它装回去 不过要在这个法兰圈上呢 一边切一个小口 保证后期使用的时候呢 能够通气 其次呢 就是建议业主 重新找管道疏通的师傅过来 用弹簧在管道里面打一下 如果是毛巾能打上来的话 也许这个出水量会好一些 遇到老房子管道边线 装马桶不下水呢 经常用这种方法 在法兰圈上 给它切一个缺口 保证它能通气 马桶就能正常使用 由这个缺口呢 进行排气 这个马桶就能正常使用 但是它这个冲水 还是会往上溢水 所以建议它先把管道疏通 疏通完了再试 在马桶的前后左右都打满胶 给大家再做一个实验 虽然我们在法兰圈上留了缺口 可以保证通气的 如果马桶的胶都打满了 它依然还是冲不了水 验证一下这个结果 解决这个问题呢 只能是把后边这个胶给它割 让它保持通气 给它留一个小份 这就是水和空气 进行了一个交换 水下去空气就得上来 不然就憋住了 这种情况老师傅应该都遇到过 这一家呢 下午夜主找疏通的 疏通完了行就可以了 不行再说今天就干到这 老铁拜拜